Liquid Crystal Display 上禮拜把UART講完了 那其實我們基本上 關於衛護理機的比較重要的觀念 大概UART講完之後其實就全部都結束了 其實到Intel Rock的時候其實大致上就結束了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比較是附加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之前就帶過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個Liquid Crystal Display的話 是這個東西 然後在大家的那個盒子裡面應該也有 如果有帶的同學可以拿出來玩一下 它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跟我們的 Max 7219其實大同小異 那對於Micro Processor來講 它的輸入控制方式其實 你會用到的也就只有IO Pin的控制 那當然如果你要說精準的時間控制的話 你再加一個 Timer 這樣 那其實 Nothing new 所以今天這邊就是幫大家帶一下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這東西你也可以玩 Liquid Crystal Display的話就是液晶嘛 液晶顯示 那液晶顯示的話 模組的話 標準規格的話 重量輕體積小 後路膜攜帶方便 它為什麼就是比較輕或它比較省電呢 因為各位知道嘛 就是那個Liquid Crystal它的顯示的原理 很簡單 它就是原本在那個顯示的屏幕裡面 或者是一個單一的顯示元件裡面 那它就是一堆Liquid Crystal 那它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它都是有極性的 所以當我施加一個小小的電廠的時候 它原本是亂拍的 它可能就會變順 那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操作這樣子 當你變順的時候 它可能光就導通了 那如果你變這樣子的時候 光就不導通 所以它就暗了 所以也就是說 你只要加一個小小的電壓 讓這些 讓這一個顯示的 Unit裡面的那個 那個原本是很亂 亂拍的Liquid Crystal 變成某一個特定的方向的話 那它就會有透光或不透光的特性嘛 那我們在這個螢幕上面看到 我們看到的就會是 透光就是沒有顏色嘛 然後不透光就變成黑黑的嘛 類似這樣子 所以這是它的工作的原理啦 所以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它可以做的重量很輕 體積很小 因為它就是一個小小的這樣子的一個元件 然後你就可以做它的控制 那你可以做到Pixel這樣子 那因為呢 你Apply的電壓你不需要太高啊 你不需要太高 它就可以有這個 就是順向偏向的那個變化 對 所以它就是低電壓驅動 那不像是我們如果是 比如說像我們很早很早以前 真的在很早之前 就是用那個音級射線管的話 那音級射線管的話 它就會用很強的那個電子數碼 然後去打螢幕上 然後它發營光嘛 那這個時候它要打到那個螢光粉 然後再讓它發光 這時候需要的電其實就會比較多 所以差別是在這裡 那Liquid Crystal 它就只是 我只讓你偏轉一下 它沒有說 我要去用一個很大的功率 然後呢 去激發 就是它 Fluorations Emission這樣子 所以它的耗電量當然就是相較於早期 就是你們可能看過那種古董啊 大台的 沒有就是 對不是像我們現在一晶螢幕的 它大台的那種 它那其實就很耗電啊 原因是這樣 那就是因為這些特性的話 所以就是 在一些就是 攜帶方便的東西上面 然後我們基本上都是用 Liquid Crystal在做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可以拿來練習的模組啊 就是Liquid Crystal Module 就是這個東西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可以用 四個位元或八個位元的Micro Processor來控制 然後可以顯示 資料緩衝區 自圓產生器 就是它有幫你做 它有幫你做一個 自圓產生器 那你要只寫進這個 RAM面的話 它會幫你顯示自圓 然後 可自行定義自圓 然後 可以直接外部存取 然後內建的控制器指令 清除顯示器 優標歸位 一位 顯示器開關和自圓閃爍 好 看到這邊 有沒有一種似乘相似的感覺 不是這個東西似乘相似 我們沒有教過 但是 你看喔 控制指令 然後 資料緩衝區 所以它有控制 對不對 它有command 然後它也有data 有沒有 這其實跟我的Max719很像 我們Max719 我們也是要去選擇說 我們的指令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要顯入什麼值 那我們搞定了之後呢 它就顯示出來了 就是你輸入我們要的資料 就顯示出來了 那差別是差在哪裡呢 差別差在這裡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對照著這個看 好 所以你對一下你就會發現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這邊只寫到14 那我們這邊是 到16 不過 反正它 基本上就是這邊是一樣 從1到14這邊 至少都是一樣的 那 你看到 這個地方又跟Max719很像 所以你看它有VSS VDD跟VS Max719它只有什麼 VDD跟VSS 對不對 它沒有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解釋它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是 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讓大家有一點記憶 就是內部鑽存器的選擇線 當RS等於1的時候是 Data IO Data的Input跟Output 然後呢 RS等於0的時候是 Instruction 那IO 那這就是我們似曾相識的地方 Instruction是什麼 指令 就是我們之前在講Max719的什麼 Command Max719是不是一個 Command Line 還有一個Data 好 所以呢就是當這個值是1的時候呢 它寫的就是Data 然後0的話呢 就是寫的或讀的啦 Input或Output 讀或寫的就是指令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讀跟寫 好 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你大概就是這個跟這個來Combine 來決定說你是要它去 就是你是要這東西 就是我在Apply PIN角的那個電壓 Apply PIN 變電壓到這個東西的 這兩根PIN角的時候 RS和RW的時候 看看是10011還是01 那我們就可以組合出來說 我們是要對 Command Line還是Data Line 做Read還是Ride這樣 所以這就是2x2的組合嘛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那Enable就是Enable嘛 我們每次都講說 你要先讓它Enable才能夠動嘛 所以當它就是有一個Fold的時候 那它就會Enable 那這邊就是什麼呢 這邊就是Data Line 就是你要寫Instruction的時候 或者是要寫Data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去寫 這樣子 好所以 這樣子講完之後 是真的很似曾相似的 有沒有 那跟Max7219真的很像啊 有沒有 這跟那個之前那個東西很像 差別差在哪裡 我們Max7219的輸入 和這個東西啊 一個是Serial的 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Parallel的 有沒有 因為你們看這個PIN角喔 它這個PIN角上面是1到16啊 1到16 然後呢 我們Max7219的話 你們回想一下它有幾根PIN 五根 對不對 然後 有兩根是Ground和VDD 然後呢 有一根是Latch Latch是什麼 我這個資料到的時候 我停了嘛 對不對 有一根是什麼 Clock 然後它所有的Data呢 都是從我們的Data Line進去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變成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設計一個 一個時脈的波形嘛 然後把它傳進去 這個是我們Max7219在做了 可是我們對照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你們從盒子裡面 拿這東西出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 12345678到14 那甚至這個上面有到16 它是怎麼接的 它是每一個Data 比如說每一個Data Bit 它都是一個PIN 對不對 它都是一個PIN 你看到它這邊16個PIN 所以你這樣對應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Data一個PIN 然後VDDVSA 這本來就是要一個PIN嘛 然後呢 像這東西 就是我要讀啊 還是要寫啊 它也是一個PIN 所以它這個東西就比較像是 parallel的嘛 對不對 parallel的 所以我去寫我的PIN角 寫我的outputPIN角 然後跟它接上 所以我要什麼 我是必須要寫在每一根PIN角上面 是這樣 它就跟我們Max7219 比起來是怎樣呢 Max7219是 我要把我的波形設計好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一個位進去 我的Data Pin 就是Data的那一根PIN角 所以它只有一根PIN角 這樣 Serial Input的形式 然後這個是 parallel Input的形式 OK齁 應該很簡單 我們這樣講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這其實比較簡單啊 對不對 就在操控上面 它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PIN角寫好 紙寫好 就搞定了 不像我們那個Max7219 你要很辛苦的去寫一個 就是隨著時間控制的一個 時脈的輸入嘛 對不對 而且你還要去控制它的 Clark的Rising跟Falling 還有Latch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有控制完了之後呢 你才能夠開始去輸入你的PIN角 這樣 假設你會了Max7219 這個LCD的控制 對你來講其實應該就是 piece of cake 當然你的 instruction什麼的 拿到 然後看清楚的話 就是應該是很簡單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是 它有一個額外的功能 就是調整明暗度 那你看它VDD和VSS 這是我們原本就有的嘛 那它多了一個VS 那這個VS就是 剛才我們這邊再有講到 這邊有一個VS 它是調整顯示器的明暗度啊 那它這邊有兩種調法 調整明暗度 就是它這邊給的電壓大概是多少 而這是在什麼範圍之內 因為它這邊是5啊 然後進來的話 0到5嘛對不對 0到5 對 所以這邊呢 它提供的範圍是0到5 而且呢我們的VDD跟VSS就是 因為VDD跟VSS是吃電的嘛 對不對 吃電的 所以對它來講啦 是吃的 所以就這樣進來 所以我VSS吃到的電 大概這邊一個可變電阻 所以就0到5 對 那當然就是我可以藉由 我這個輸入的這個 VSS的變化 來控制我的明暗嘛 它是這樣去控制的 那我們Max 789的控制 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有特別一個 控制明暗的指令 然後呢 後面在對應的data的話 command就是 有一個指令式控制 就是明暗的 後面的data就是 我們來控制說你要多亮這樣子 這稍微有所不同 不過反正其實都大同小異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稍微不太一樣 你看這邊是VDD 這邊是VSS 然後呢 所以這邊的跨壓 所以呢 就是我吃的這個電 讓它去運作 就是我的工作的電壓 還是在5V 它還是在5V喔 可是呢 我的VSS 它就不是了 它這個VSS的電壓 VSS的電壓 因為你看 這邊是5V 對不對 這邊是5V 然後呢 我的這個電壓 我這個電壓 是從哪邊 是從哪邊開始算的 我是從這邊開始算的 然後呢 欸欸欸欸欸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這個地方 它的跨壓是多少 對 是10V 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呢 我的Range 它其實是 對 0到10V 對 所以它吃的這個跨壓 跟這邊吃的跨壓 就不太一樣 對 那當然VDD跟VSS 是一樣的這樣子 那所以當然我輸出 輸入的電壓不同 它的亮度 就會不太一樣 這樣 這個的話其實 看了會比較無煞煞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後面 會讓大家看到 就是它大概是怎麼樣 做Combine的 然後你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知道說 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RS和RW 假設你現在開了回去看 或者是我們跳回去看 RS、RW 其實就是這邊 它的01跟10的Combine 會有不同的功能 這樣子 所以它這邊呢 會有一種功能 這邊會有一種功能 然後這邊又回到11這樣 對 然後呢 enable的話呢 我們剛才講了嘛 它必須要在這樣子的時候 它才會enable 所以它這個之後呢 它才是enable的 那data就是data嘛 就是我們要控制它的data 這樣 那我們大概知道說 這個地方 你現在大概還不太知道它會幹嘛 但是這邊我們是會有概念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在做的時候 它在做的時候呢 波形大概就會長得類似這樣子 所以呢 你在設計你的PIN角的輸出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輸出類似這樣子的波形 好 然後這個是Function Block 你看到很多的Block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看一些比較重要的就好了 那IoBuffer是什麼 IoBuffer 我們其實之前在IoPIN的電路圖裡面 其實有看過嘛對不對 我們Input Output 設定完了之後 它會有一個儲存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儲存的地方就是 把我們要輸出的值存在那邊 等到我設定好之後就丟出去 或者是我設定完之後 我值會讀進來 然後我把那個值 暫存在那個register裡面 或者是暫存在 那個電路裡面 然後當我要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就去Access它 這是IoBuffer 然後呢 我們剛才在講 Data的儲存 就是我們的指令 要請它幹嘛的時候 這個是DataRegister在這邊 DR 然後呢 這個邊是Instruction Register 這個是IR 所以這個是DR 這個是IR 所以一個是指令的 一個是資料的 然後呢 它這邊一個Instruction Decoder 所以就是我們指令進來之後 它自己去做編碼 這是它內部這個chip 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 這邊有一個 這叫做CGR CGR Character Generator的RAM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用到 然後呢 CGRAM 對 CGRAM 然後呢 這邊是Display Data的RAM 所以這是什麼 我要顯示的Data 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大概會看到 就是這幾個 這個 然後呢還有這兩個 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才有看到嘛 IR DR 對不對 那 INSTRUCTION的Register的話是IR 它存放的就是 那個 LCD的指令 對 它比如說清除螢幕啊 移動游標 然後呢 反正就是INSTRUCTION 我的指令是幹什麼的 這樣子 然後呢 你也可以什麼呢 就是存放Display Data RAM 或者是CGRAM Generator RAM的位置 好 這是什麼呢 就是當 我要顯示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儲存 它的儲存還是有一個位置 當然嘛 這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位置跟值的概念嘛 那所以呢 這個的RAM呢它的位置在哪邊 所以你要把它設定好 然後呢 再去這個位置讀 OK 這其實我講得很模糊 因為後面我們會再解釋 就是 你要先設定這個位置 然後呢 當你設定它去 因為我們之前會講到 就是這個地方 Read跟Write啊 所以 你可以在 INSTRUCTION的時候 去設定說 欸我這個時候 我要去把這個 address寫進這個位置裡面 然後呢 在Read的時候呢 我就去讀這個位置 裡面的值 然後再把它顯示出來 OK 就是Read跟Write嘛 所以我可以在 Write的時候 去把值寫進去 然後呢 位置把它定好 然後Read的時候呢 我就會 Follow這個位置 去讀我要的值 然後把它顯示出來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要顯示在LCD上面的字元 寫入 Data Register 然後呢 系統會把這個字元寫進 就是DDR或CGR裡面 所以這時候你就是Write Write 然後如果要讀取的時候呢 你要先把位置放進IR 所以你看是不是 我們IR是存放 它有一些其他的指令 但它可以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是位置 就是在做IR的時候 你可以把位置寫進DDR 或者是CGR裡面 然後呢 你要讀取的時候呢 你就把位置放進去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系統它就自動的會去讀 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是這個或這個的位置 裡面的值 你把它讀出來 然後呢 這是系統自己在做的事情 系統就做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然後呢 再把你這個位置裡面 就看你放了什麼 把你設計好的 然後呢 把它放進Data Register裡面 那CPU讀 這樣子 然後它就可以顯示出來 它的做法是這樣 好 然後位置寄出器就是 好就是位置寄出器 就是你去記錄它的位置這樣子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位置的圖 那大家要留意的是 這邊跟這邊 這邊是連續的 這邊是不連續的 然後這邊是不連續的 然後這邊就都是 我們剛才也講的 你的DDR它的位置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呢 你大概可以看到 好像這張很複雜的表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 你看它這個是高四位元 這個是低四位元 所以呢 這個加這個 把這個移來這邊 你就會得到它 對然後呢 把這個移來這邊 你就會得到它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組合嘛 然後組合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很多 就是1234個bit 然後1234個bit 然後呢 4個bit 4個bit的組合 我們就可以得到 很多的組合 然後這些組合呢 我們就可以顯示 你想要的符號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就是什麼 Decode Mode 對不對 我們MAX 729裡面 Decode Mode 我先去設定好說 這個指令 它要顯示什麼圖形 然後呢 我就丟這個進去之後 它自己就顯示了 OK 我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你看這邊就是 你看它有數字 0到9 然後呢 它也有字母 就是這一區是字母 然後呢 還有那個 加然後乘 然後等等的 就是一些除 就是一些 數學運算 然後鍵號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我不認得的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符號 對 所以它有這些符號 你可以使用 所以 這是 Character Generator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CGR 剛才跟大家講的CGR 所以就是 我把值顯進去之後呢 它就是 跟Decode Mode一樣 它會把這個值就是 反正就是 它就自己把它轉換成 我們要的那個 然後顯示出來這樣 好 那當然 有Decode Mode 所以我們也會有 拿Decode Mode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訂 然後呢 你可以自訂這些東西 然後呢 這個是對照表 所以你看它有自圓碼 位置 自行圖形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訂這樣子 然後 這邊的話 是 就是剛才跟大家講的 它2x2的一個組合 對 然後所以 這邊再稍微帶一下的話 就是 所以你RS和RW 好 它00的話呢 是Write Command 好 Command就是什麼 Command就是指令嗎 我們之前講 然後所以就是IR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Read Status 其實就是ReadIR 這是01 然後10是WriteDR 然後11是ReadDR這樣子 所以 你就可以決定說 我是要去寫還是去讀 然後呢 是去做指令 還是呢 去做位置 那指令跟位置呢 都是在IR裡面 然後呢 Data的話呢 就是WriteData 和ReadData 就都是在Data裡面 這樣子 就是DataRegister 還有InstructionRegister 裡面這樣子 這概念上真的跟那個 MAS-789很像 差別只是一個是 Serial的送指令 然後一個是Perial的送指令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是指令集 那看到這邊 其實又四成相似 有沒有 其實還蠻四成相似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MAS-7219 它其實也是類似這樣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不同的值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什麼 它會有不同的功能 然後它是00嘛 對不對 RS RW 所以呢這時候是什麼呢 是Write Command 那你看它這邊都是WriteCommand 好 那所以這邊就是 我們寫指令 那指令有哪些 第一個是000001 所以你這邊 全部都給它0的時候 全部都壓0 只有在D0的那根PIN角 上面是1的時候 這時候畫面會清零 然後呢 如果呢 你是寫00000 在D1的時候是1的時候 那這邊就不管嘛 這個其實我們知道它的作用 這時候呢 它的游標它就會跳到 原本的位置 初始位置 然後呢 這邊是進入設定模式 就是我開始要寫一些指進去 對 所以它的0001 所以你看它的差別就是 我最開始出現1的位置 是D0、D1、D2的時候 它其實它就有不同的指令的作用這樣子 這邊呢是顯示器開關 然後呢 1在這邊的話呢 是游標的位置 然後呢 1在這邊的話呢 是功能設定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所以呢 你看喔 設定模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設定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它後面 就還要再附加一些值 就是來做選擇 顯示器開關這邊也是 你有DCB來做選擇 所以呢就是 你這邊是1的時候 你後面會額外有一些資料 給它去做設定 好 這邊先講到這樣子 因為它後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說 喔所以 DCB是1還是0的時候 然後它會有什麼功能 然後 IDS的時候會有什麼功能這樣 那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所以呢你也可以設定什麼呢 CGRAM Character Generator RAM Character Generator的RAM 所以是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位置 把它設定起來 那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DDRAM Display的Data的RAM這樣子 好那Flag啊 就是我要去讀那個奇標的位置 好 然後這個什麼呢 10和11 那10和11 如果忘記的話 其實我就忘記了 然後呢 這是什麼 這是讀和寫Data的Register 對不對 我們回去看 剛才那個表的話 就是Data的Register 對不對 就一定會忘啦 因為其實 它這個真的互相參照著看啦 看幾次之後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喔這是幹嘛 這是幹嘛這樣 所以這邊就是讀寫資料 那讀寫資料 然後你要讀什麼資料 寫什麼資料 其實像就是剛才那個 給大家看的那個表嘛 這個啦 CGR 這就是你可以寫進去的資料 它就可以顯示 這樣子 這Decode Mode 剛才講了Decode Mode 這邊就是詳細的講了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 清除畫面 所以呢 如果你全部都寫001的話 那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空白資源 全部都空白資源 所有的DDR都是空白資源這樣子 然後 位置記錄器重置 然後 ID設為1 然後 顯示器經過1位的話 復原這樣子 等於是有點reset的概念這樣 然後這邊是游標歸位 所以記錄器重置 那DDR它不變 所以 如果你原本有顯示東西的話 它還在 但是呢 它的游標就跳回最前面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進入模式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稍微看一下 就是 我現在做這個指令的設定之後 那你後面要做一些額外的什麼設定 好 所以 ID等於1的話呢 就是技術器 遞增 所以它就會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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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向右跑 然後如果呢 ID等於0的話呢 它就會遞減 它就向左跑這樣子 而且游標 游標會這樣跑 然後呢 這個的話呢 是螢幕的顯示 就是如果這個值 原本在這邊 那我就會這樣跑 這樣跑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不動 鎖住這樣子 所以它有各式各樣的顯示的設定 然後呢 LCM的話呢 D4E是顯示幕開啟跟關上 但是你的Data還存在裡面 所以 我就只是不顯示 但是我要是開起來的話 顯示的東西還在 好 然後這是游標 好等等等等的 對 然後這游標左移啊 游標右移啊 然後 然後 位置計數器 就是游標左移和右移啊 然後還有就是 螢幕的左移跟右移這樣子 那就是 反正就是這些設定 就是你需要用的時候 你就去查 然後呢 查出你需要的指令 對 然後再把它寫進去就好了 好 那這是儀位和它的位置 功能設定的話 就是 我們可以設 八位元資料傳送 或者是四位元資料傳送 然後 雙列顯示 還是單列顯示 因為它這其實是 有很多的LCD的 那個Array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個是CGR 你可以去設定它的值 DDR 設定它的位置 然後設定它的值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呢就是讀取 所以你看這邊設定位置 然後呢 這邊是讀取那個值 所以你就可以去設定說 好 因為我已經設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設定來讀取 然後設完之後 我來讀取這個值 你看這邊就是 就是我的DDRAM 或者是CGRAM 的話 我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這時候是 RS跟RW 在做控制 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00001011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是把值寫進這個 Data Register裡面 然後呢 這邊就是讀取 就是剛才也是寫了 然後這邊是讀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我們其實 我們要做的是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 我們要把值寫進DDR裡面 或者是CGR裡面 這個是一步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寫 就是你寫的時候是 我寫進去 你讀的時候呢 是我讀出來 然後呢我去顯示 大概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用 類似這樣的概念去做 它的處理 這邊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LCD的顯示的方式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有一個概念 之後假設有用到的話 比較不會覺得說 好像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這樣 講到這邊其實 就是LCD講完了 然後它其實是有練習的 那它的練習的話就是 反正你線就這樣接嘛 這邊就看你想要輸出什麼嘛 對 就是接上去而已 那你用排針接上去就好了 然後呢 它顯示大概就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會有一個游標 333 然後這是你的那個 command 那這剛才有講過 001 1011 然後呢這是我command command是什麼 是IR 如果我們準備好 翻例程式的話 翻例程式會大概就是 類似做這樣的 你可以顯示自己的 組別 然後可以從左到右 顯示這樣子 對 這邊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概念上 然後還有程式 大概是這樣 這一課上的內容會有一點雜 對 因為其實算是一個整理啦 一個部分是 Liquid Crystal 再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我就是介紹大家一個很好用的軟體 我們之前呢在做那個 PIN角設定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辛苦的去查說 這個PIN角 然後它的比如它的GPIO 然後呢 Molder 然後Speeder 等等的 你要設定完了之後 而且你還不能設定錯 設定完了設定對了之後 它才能夠跑 有時候運氣不好 你會設到一些不該設的PIN角 然後就跑不出來 對 有這樣的情況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個軟體 就是它可以幫你做好這些設定 你就不用這麼麻煩 這個就是那個Liquid Crystal 剛才有跟大家講過啦 那液晶它基本上它在那個 如果你加一個電廠的時候 這個沒有加電廠 它就長這個樣子 加了電廠之後呢 就是它裡面的那個Liquid Crystal 就是這個 這東西呢它就被apply到一個偏級的方向 在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呢 它的光的特性就會不一樣 像這邊它光是可以穿過的嘛 然後它加了電廠之後 它偏級了 所以它光呢就 穿不過去了 光就穿不過去了 所以呢它就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 一個元件 透光或不透光 對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例子 所以你看它 它這是另外一種例子 就是我可以去 把它的那個光 做那個 Polarize 就是把它換成另外一個偏正的方向 所以藉由電廠的調整 去控制這個Liquid Crystal 它的排列的形式和方向 來改變這個Liquid Crystal的元件 它的光的特性 就是透光不透光 或者是光的偏正這樣子 那如果呢 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組裝起來 組裝起來就是 你看這個意思 這是一個Polarize的Feel嘛 所以呢它過來的時候呢 它就是 因為光其實我們知道 如果是白光的話 其實是各式各樣的波長 然後各式各樣的偏正方向 它就是全部都有這樣子 那如果我經過一個Polarize的Feel之後 它就只剩下一個偏激的那個光 那我不知道你們以前 或是有沒有那種物理實驗 你們有玩過 就是如果我給你兩塊偏正片 那我拿著一塊偏正片 對著光看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什麼感覺 對不對 可是你把兩個偏正片 你把它疊起來 然後你稍微做一個旋轉 就是同Face的時候 同Face的時候你也不會有感覺 因為光還是透的過來 只是它是有一個偏激的光 那我現在我把這個Polarize 我稍微旋轉的時候 它會怎樣 那個偏正片會暗掉 這兩個偏正片疊起來 我稍微做旋轉的時候 它會暗掉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 當我有一個偏正片的時候 它光就這樣透過來 那所以它的光就只剩下這個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個光的亮度好像就還是一樣 但是它過來的光 只剩下一個偏正的方向 那當我的兩塊偏正片 疊在它旋轉的時候 它這個方向的光 它就會被另外 第二塊偏正片擋掉 所以你就變暗了 那它這個原理就有點像 我先用一個偏正片過來之後 所以它的光就只剩下一個偏激 然後我再用Liquid Crystal 然後我用這個Electrode 去做控制 那就像剛才給大家看到一樣 它可以改變它的光的特性 Either是這樣 就是不透光了或透光了 偶爾就是它的偏正會改變 然後把它組合起來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讓它透光 或是不透光 然後就可以改變它顯示的 就是我要顯示出來的圖形 這是它的原理 當然就是現在發展的很那個 所以它發展了很多 所以它就可以用不同波長 然後去組合起來 那你就可以有不同顏色的光 這樣 這個東西是 反正就介紹大家一個好用的軟體 它叫CubeMX 那CubeMX的話 它好用在哪裡呢 好用在我們之前設PIN角的時候 我們要設得很辛苦 這邊就不用了 你拉一拉 而且是Graphic User Interface 它是圖像化的 就很開心 你只要拉一拉就好了 所以這邊就安裝 反正這邊設定完之後 重點是你可以去設定 你要什麼功能 Digital的Io LCD的Display 然後按鍵Button 就是你可以設定它的功能 然後設完了之後 你怎麼做呢 你就選PIN角就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說 我要讓這個 比如說它是IoPIN 我要讓這個 是Output Pin 然後Mode是什麼 我就打進去就好了 點選 然後這邊打進去 點選 然後這個是Output Pin 這是Input Pin 然後這是ADC 等等等等的 然後就是 我把我要設定的值寫進去 設定好腳位就可以了 然後呢它如果不能夠設定的腳位 它就會顯示跟你說 這不能設定喔 然後你要設定好的話 它就會變色 表示你設定好了 對所以非常的愉快 而且基本上 就可以避免掉腳位衝突的問題 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你們在做那個 腳位設定的時候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愉快 幾乎不用花什麼時間 然後它會自動生成一個 程式的殼啊 程式殼就是 它的Function啊 什麼都把你弄得好好的 你只要在裡面寫Function Code 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那個什麼 Interrupt 還有Timer 也變得非常的簡單 我說欸為什麼到現在才介紹這個 因為我一開始 如果上課就介紹這個的話 你們後面就不會想聽了 對 這叫做遊車入簡單 對 然後前面的東西 講完之後大家有概念 然後你再用這個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但是同時 你對於比較底層的東西 其實你也是有一些了解這樣子 那就是先跟大家講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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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